周,有一種樹,叫做駱駝。駱駝,這是一種樹,在某一個沙漠區域裡面的其他的大樹,都沒有辦法活,只有這一種樹,叫做駱駝。 有刺,就是有刺的那個刺,尖尖的,叫做駱駝刺,這是一種樹的名字,那提供了很多的鳥類啊,動物啊,棲息啊,還有這些大象啊,長頸鹿啊,能夠吃得到的這個東西。 你知道,這個駱駝刺,大家看的就奇怪,所有的沙漠裡面,都看不到水。 為什麼這種樹,能夠還活得,彈根,錯覺,然後,茂盛的一直成長。 後來人家,植物學家,包括這些科學家,去研究沙漠,後來去看,它那個根的這種樹齁,其他樹都死亡了,剩下這種駱駝刺,大樹。 它那個根喔,往下延伸,60公尺,20層樓高。 哇,那它往上是多大,有講到它是屬於一種像些人長那樣小小的呢,還是? 很大,也不是說大的嚇死人,我現在要強調的就是說,紮根很重要。 沙漠裡面,沙漠幾乎沒有辦法活,但是這種樹是活得最好。 它就提供了很多野生動物的食物啊,草啊,或者是綠色的,然後這些休息的地方,可以維持一個生態。 我現在強調的就是說,它為什麼能夠活到這樣自在,不受沙漠的影響,原來它的根往下扎60公尺。 那60公尺就是20層樓高,你很難想像一棵樹,往下這樣扎根扎根,吸到地下水。 而這個沙漠以前是河流。 河流以後,後來氣候改變了。 風啊,這個沙利啊,然後這個土壤也改變了,結果水位就一直下降,一直下降。 而其他的植物都活不了,唯獨這種樹長得又高又壯,變成一個生態的獨特提供的一個場所。 也都是野生動物,我現在講的是非洲的一個沙漠。 那師父你是有看影片,有看到這個樹就對了。 對,沒錯,就是這些生物學家,動物學家,植物學家,還有科學家,他們去研究這個沙漠。 所以用這個例子,你就來講的就是說,我們對佛門,佛法生,信心堅固,猶如樹的根。 因此在佛門裡面要做功德,是很快也很大。 就是給人家信心,也給人家希望。 這個言談當中,一記二口,冷言相向都不行。 你一定要慢慢的去引導眾生的這個,戰跟法生會命。 那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,你今天,如果你還動不動,就用暴力之氣。 讓眾生失去信心。 那你動不動,就遠離了眾生。 那眾生列為有一點點對你抱歉的地方,你就把它判為死刑。 就是,你就不要跟它來往。 那你這樣的話,就眾生等於沒有機會。 所以,生命它是一種過程。 你要忍辱,還有耐性。 這是菩薩的一種很重要的美德。 那麼,四出世間法,共同的美德,就是耐性。 你世間法,你要有耐性。 你才能做事業才能成功。 出世間法,你也必須要用背後強大的智慧。 然後用耐性,你才能度眾生。 所以,菩薩道雖然講起來很困難。 但是,如果我們願意實踐,用忍辱耐性。 那就有辦法。 簡單講,佛門要產生一個浮掉的領導者。 其實很困難。 第一,具足一個強大的領導者。 第一,你必須要有如來的大智慧。 第二,你要有大的能力。 實踐力、執行力。 如來的大智慧。 如來的能力、實踐力。 你才有辦法帶領整個佛教的未來。 展開佛教未來一個大的希望。 所以你的佛教,你還是回歸到根本問題。 佛教不只是體制要健全。 組織要有層次、要有健全。 最大的,一,要有如來的大智慧。 二,要有如來的能力。 三,要有執行力、內心。 心存大慈大悲、靈敏一切眾生。 沒有任何的私心。 這樣可以帶領佛教展開。 充滿希望的未來。 這種條件本來就是很困難。 對啊,這個要全部具足。 這個真的很難啊。 所以,我們在佛門裡面, 就算我們不能弘法立身。 但是至少要給眾生好的一緣。 一定要給他信心。 不能給他負面的。 你給他負面的。 他對三寶失去信心, 就等於斷了眾生的法身慧命。 在佛門裡面, 就本來就要做功德的。 我們在佛門裡面, 變成造惡業。 挑撥離間。 滿口謊言。 對不對? 攻擊、傷害,完全不基因的。 也不在乎旁邊的人。 那這個真的需要自我冷靜跟檢討。 那麼有忍辱和耐心這種美德, 那當然就是佛門之性啊。 所以,普遍性的修行, 大部分都是還說著過去。 但是要看到一個佛門, 很大的報復, 如來的大智, 如來的能力, 如來的執行力, 感化力, 這個就很困難。 這個就很困難。 因為這樣子, 有大智慧, 大能力, 執行力, 還有包容, 跟如來的德性。 這樣, 他的心永遠, 秉持一個平衡。 有著大慈大悲憶眾生, 大喜大捨, 濟寒視。 他的願力從來沒有減少。 除了大智慧, 還充滿了一股熱忍。 利益眾生的熱忍。 熱忍才能展現在緣起, 是生命的真實意義, 就在緣起。 二聖人, 他的體悟, 就是諸法極滅。 那麼大菩薩的體悟, 是無量的緣起眾生, 就是自己的責任。 所以, 我們, 你要找到說, 我們, 平常善良的人啊, 群眾啊, 修行這個容易。 但是要帶領整個佛教, 去展開一個美好的未來, 有希望的未來, 要出這樣子的, 佛教的領導者, 很困難。 千萬能中, 不得其。 太難。 就像佛陀一樣, 這也是, 要經過幾節, 才有佛陀的視線。 現在我們末法時期, 也不要說, 像佛陀這麼了不起的, 聖人中的大聖人。 我們也不要, 我們也講一句比較含蓄的話, 你要出一個熱誠不減的人, 讓眾生在佛門三寶裡面, 活出真實的意義, 那就互相勉勵啊。 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, 我們大家互相勉勵啊, 共同努力啊。 也祝福這, 也祝福我們海峽兩岸的佛教啊, 能夠興盛, 眾生得度啊。 如來總是這樣, 平等地看待一切。 謝謝大家。